市長最近在造勢的時候 好像特務會特別說 覺得今年選情好像比較冷 那你認為國民黨這一次 在一圈台灣選情 有辦法維持上2018那樣嗎 其實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 民眾在這次選舉裡面 當然有不一樣的想法跟看法 最重要的是我們自己 要團結一致 面對所有的問題 我們要同心其力 往前走 我稍微回答一下 為什麼最近選情比較冷 因為民進黨是很會選舉的 但是因為民進黨最近倒行逆施 然後壞事一件接一件 所以民進黨的支持者根本動員無力 在這種情況下選情就是比較冷 大家對民進黨太失望 所以這個時候對國民黨來講 支持選舉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我會看到各地民心思變 如果各位到基層去都發覺 因為我在中南部這樣跑 民心思變包括中南部民心都已經思變了 大家對民進黨太失望了 昨天晚上 我以昨天晚上 我剛剛還是在跟後市長講 昨天晚上張善政的競選總部的造勢 絕對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不但人現場超級爆滿 而且都已經遇到馬路外面 那現場實實在在超過兩萬五千人 然後大家還好我們昨天有空拍機 把它完全拍出來 民進黨網軍說全場空蕩蕩 大概他覺得看到藍軍的人都不算人吧 對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